好那么接下去我们一位一位来分析这个MRS里面每一个位的含义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BA0A1A2是吧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设置burst length 就是突发读或者突发写的长度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它每一次可以连续的读出四位或写入四位 那么也可以设成连续的写入或读出八位 这个八个数据这个只有在这个DDR里面才可以选择 在DDR1里面就只能是四是吧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如果配成010那么就是burst length就是四 就是BL我们写一下 BL我们前面说过就是burst length 就是一下子输出的数据的长度四或者八 那么一般我们都配成四这个比较通用一点 好那么后面一个A3就是配置burst type 就是突发读入或者突发写的时候的 它的这个在bank分布 0就是顺序分布 1就是interleave交错分布 那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这个是一块device 前面我们说过device里面有八个bank是吧 这个比较还是要再画一遍 八个bank 那么如果是sequential顺序模式它会怎么存储呢 那么第一个地址存在这里 第二个地址存在这里 第三个地址存在这里 第四个地址存在这里 等这个存满以后 那么下一个再存在这里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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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下去 那么这个是通常我们都用的这种sequential就是顺序模式 那么还有一种优化的更快的一种模式 叫什么 就是interleave交错模式 那么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地址写在这里 那么第二个地址写在这里 第三个地址写在这里 第四个地址写在这里 那么它这样进行一个交错以后呢 可以使这个数据读取保持一个平衡的分布 那么一般我们这在早期的那个boost type里面比较通用 那么现在我们一般来说都用这个sequential 就是顺序模式比较常见 好那么后面一个就是cas延迟 是吧 cas延迟这个比较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延迟有 二三四五六等等可以选择 那么cas延迟在前面我们的时期图上看过 就是从发布命令column accessed吧 sessstrobe 并且发布了列地址以后 并发布了列址 这个两个发布以后 从发布这个命令 就是列的命令到真正输出数据 就总线上开始有数据 这个延迟称为cas延迟 那么cas延迟有两个 在dmc这里需要配 在这个device这里也需要配一下 那么他们两个必须是相等的 这是我们前面曾经分析过的一个时期图 这个可以看到 tas就是这一块 就是说从发布cas命令和call列地址以后 到真正从总线上开始输出数据 这一段时间的延迟 叫做tcas 那么这个数据前面我们说过 在两个地方都可以配 是吧 第一个我们来看手册 这块这块k4芯片的手册 然后他就说到一个key features 关键特征里面一个特征就是programmablecaslatency 就是cas可以配置成延迟成三四五或者六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从这里发布命令到这里数据输出 可以延迟一个两个三个 这里是三个延迟了三个周期 对吧 到第四个周期才开始发布的 那么好 在芯片端就device端 怎么去配这个cs呢 就是通过这个模式寄存器 就是通过这个mis 我们通过这个往device里面 这个模式寄存器写一个这个数据 数据写进去 比如说我们要配四个cs延迟 就写100在里面 然后device端就被配成了四个cs延迟 那么前面我们说过 对吧 这个图没有了 前面我们说过 这个cs延迟在dmc这端要配 在device这端也要配 那么这个部分写进去以后 配置的是 mrs在这个里面 ms在这个里面 是配的是 这一部分的cs延迟 那么同样我们后面 在初始化寄存器的时候 必须也要配这里的一个cs延迟 这个也是通过写某一个特殊寄存器 来完成的 register 来完成的 那么只有当这两边cs配的相等的时候 比如说都等于4 那么才可以工作 如果不相等的话 两边如果错开的话 它是绝对读不出来的 好 那么再往后看 后面一个a7 就是这个模式 就是模式 一般有普通模式和测试模式 那么一般我们选0 普通模式 是吧 然后a8 就是dl reset dl我们前面说过了 就是延迟锁环 一个硬件的一个延迟电路 就是时钟延迟电路 那么一般我们现在不用去reset它 那么一般我们这个也选0 是吧 后面的a9 a10 a11 那么选择的就是twr 这个时间的周期 那么twr我们在前面看过 是吧 就是从写入命令发布以后 到可以预充电的这个时钟周期 我们打开相应的图纸看一下 好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我们分析过的这个写入的图 那这个参数就是twr 从数据开始写入到可以开始真正把这个电都充到电容里面去 然后可以开始预充电 这个这个时间就叫twr 那么twr后面我们在分析写时序的时候还会再碰到一次 那么到时候还要再复习一次 好 接着我们往下看 下面的这个twr我们还注意一下 它有很多个选择 在ddr 400这个频率下 它只能选择2和3 那么ddr如果随着频率升高 它这个写周期的时间也逐渐延长 到ddr 800的时候 它可以选择这个写周期拉长到六个时钟周期 那么这个时间是算出来的 六个时钟 在不断的提高 那么也就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前面那个说法 虽然晶变的读写速在不断提高 但是它内部的半导体处理速度并没有质的飞跃 而是提高了总线宽度 所以它这个twr当这个时钟频率提高的时候 也要相应的延长 这样才能来得及 否则的话是来不及处理的 好 那么再往下看 A12就是主动下电结束时间 那么这个没什么悬念 一般我们都选的是快速解锁 不用慢速解锁 最后就是这个ba1 ba0 这个两位的选择 那么这两位基本上就是控制了 我们到底是写mrse emrse还是emrse2 emrse3 那么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23都是保留是吧 没什么太大用处 主要我们要配的就是mrse 和emrse 这两个模式计存器 那么通过ba0和1的不同的组合 就是输出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是配这个mrse还是emrse 那么这里你可能会稍微疑惑一下 我怎么去写这么多a0 a1 a1 把它放到那个地址线上 那怎么去操作ba0 ba1输出我想要的东西呢 这个不用你担心 这个dmc都帮你做好了 你只要在v210这个memory device memory controller就是dmc里面的某一个寄存器 往里面写入一个命令 他自己就帮你配好了 我们翻到这个v210的手册 看一下这个是dramcontroller是吧 我们往下翻 有一个寄存器叫做 对 memory direct command register 就是直接的命令寄存器 那么如果我们要写mrs是吧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24到27位配成0 然后呢把这个16到18位 它是bank 把bank选存我们刚才需要的这个 呃 翻到这个需要的这个 比如说mis我们也配成00是吧 然后再把a0到a15配成 在这里0到第14位 a0到a14 把这个a0到a14我们需要的值 写到这个第0到第14位里面去 然后再把这个寄存器写到 就是说就是把刚才这个配好的整个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们放在R0里面 一起写到这个memory direct command register 这个里面去 它就自动的会帮你去把这一系列的命令处理好 帮你把这个 嗯不是这张 帮你把这个 这些电频 a0 a0到a15 或者a0到a14 然后ba0 ba1等等等等 还有command的那些csrs 帮你处理好放到这个总线上面 这你都不用管了 只要写一个寄存器 就可以完成这整一个一个mrs的配置 好 那么接下去我们来分析 ermse这个模式寄存器 好往下翻 这个ermse呢 也相对来说比较比rms一些功能相对次要一些 所以不是很重要 我们顺便来看一下 a0就是设置dll开和是关 是吧 一般我们总是0设置开 好 然后下面是那个输出a1就是配置输出的这个驱动能力强度 0是满功率输出 那个1是减小功率输出 是吧 那么一般我们这里选0 下面的a3 a4 a5选的是adjective latency 就是简称al 就是说在cas前面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附加的延迟 一般来说 这个参数我们称之为tal 那么tal和前面的tcas 或者说我们前面说过tas可以又被称作tcal 是吧 那么这两个相加加起来才等于全部的读言识 或者说是写言识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前面这个图 就等于说 等一下切过去 在这个图里面 这个不是cas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等于说我在cas前面再硬生生的插进去一个tal 就是这里又多了一个延迟 也就是说本来我从发布这个命令开始到这个真正输出数据 比如说本来tcas等于4是吧 那么如果我把tcal additional latency配成2那么这个数据还要再晚两个周期输出也就是从发布列命令开始到最终输出数据要经过2加4等于6个周期才能发布 那么这个特性是针对于一些慢速的芯片就是说或者说慢速的那个控制器 那个就是说我cas配置成不是前面说cas可配置成3456是吧 这边配置成6都跟不上都来不及输出数据那么可以再加一个附加的al延迟 那么可以让它再多一点时间延迟 好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emis 好这个就是addition latency也是三位可以配置成012345也是蛮多的 那么下面这个a2和a6组合就是可以配置odt那个电阻是否使能 那么前面我们大概讲过一下是吧 odt电阻就是说当我们插入多个rank的时候 比如说一条这个dmm插槽上面 比如说我们单端的有一个rank 啊rank0 那么还插入两个是吧 那么由于这个组抗匹配问题这个线路连过来到在高速情况下 读读这一块rank的时候跟读这一块时候 他这个线路的这个电容和电阻抗啊是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我能够动态的去配置这个上面的一个终端电阻 终端电阻 那么这个对这个提高这个速率啊 这个读写速率总线速率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两位就是用来动态去配置这个每一个rank上面的终端电阻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因为只用到了一个rank没什么好配的 所以基本上用00不动 是吧 好那么你你如果一定要配的话配成01715欧姆也可以 因为不用不用经常去变化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v210开发板上只有一条rank 好啊那么后面的 a7 a8 a9就是o cd校准 就是offchamp什么driver 这个我们一般也不太用到 只要按照他手册上的要求一步一步去配就可以 也几步一步执行 一般我们也用不到射成0 那么后面我们看可以看到在这个启动初始化的时候 要配一个default 然后再射成0 那么这个是后话 我们后面再讲 在下面的是a10 a10的就是 呃应该这么说 a10跟a11 等一下我们往下翻一下 a10跟a11有一个组合 他们可以使能dm或者是rdqs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dm我们前面说过的叫datamask是吧 那么这一位如果声明就是有效的话 就拉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数据输入都声明无效 那个device不接受数据 那么我们在这个case的这个芯片上面可以看到 啊在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是吧 画个圈 在这个地方 dm和rdqs他们是共用一个引脚的 那么什么时候用这个引脚作为dm使用 什么时候作为rdqs使用 那么基本上就取决于刚才a10 a11这两位的配置 那么一般dm我们前面说过了rdqs是早期的一种 跟那个dqs互补的一个信号 那么现在我们一般不常使用 那么所以我们一般都配成dm状况 好我们回到刚才的emrs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rdqs一般配的是禁止是吧 然后呢这个a10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不是前面有那个分析过插分信号吗 对吧 有一个dqs和一个跟dqs反向的非dqs 那么这两个可以输出一对插分信号 插分信号 那么你这里可以 可以让这个如果配置a10的话 可以让这个反向的dqs使能 也可以让它不使能只使用单端信号 那么这个非dqs就一直保持这个高阻态 可以啊 那么这两个配置 一般我们一般用的是这样 选这里选择dm 这个后面呢选择这个dqs高阻态 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啊 好最后一个就是ra12 a12这个qoff 这个我们也不常用 一般它用于那个idd的一个测试 测试的方面一个激活 那么我们这个用一般都配成0 好那么接下去我们在这一份手册当中 挑几个典型的时序来分析一下 那包括读写还有预充电空操作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分析完这几个典型的这个时序以后呢 基本上你其他的十几页或者几十页的这个时序啊 自己也都能看明白了 以此类推 好我们一点点往下看 在这个说时序以前呢 我们先要讲一个概念叫postcas的概念 翻到第十七页 好十七页这里postcas它翻译成登记cas 翻的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基本上这里还是用英文就说成postcas postcas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图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时序图 在这个手册里面 Case的手册里面 它曾经说过有一个特性 除了这个programmercslatency 可以配置成三四五六以外 还有一个它支持postit的cs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一个典型的读时序 当然它读后面还跟了一个写 那么写我们不看 我们看读啊 好在这里我们activebank发布了一个bank激活指令 或者说是促激活或者说是航激活指令以后 这里这个command就是和地址线就连在一起 地址线它edges省略掉了啊 不管 那么发布了一个航激活以后 一般我们要等待一段时间 叫trcd就是wrotecolumndelay 我们先没说过这个trcd是吧 要等到这个时候 就是航道列的延迟准备好了以后 它这个时候才能 应该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 它才能发布scree的指令 把column地址放进去 是吧 然后这个一段是caslatency 我们前面说过cas等于cl 是吧 caslatency 然后三 然后在这个数据输出 那么它现在为了节约这个总线宽度 或者说让它内部的处理速度有 增加 在发布完航激活指令以后 直接就把这个readbank这个列指令啊 移到这里来了 这里它写成readabank 其实跟我这个colread是一个意思啊 同样的在add里面 假设下没有add的话 这个这个地方列地址就放上来了 是吧 然后它这个激活了这个指令呢 可以提前放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所谓的postcas 好 那么前面比较简单 rcd都是统一的 所以基本上后面的时序图 它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分析的 也就是从一个postcas指令 s开始分析的 因为所有的指令 在之前你都要先行激活 不管是读还是写 行激活以后 你才可以这里区分是读还是写 还是其他别的命令 还是预充电啊等等 其他别的命令 好 那么我们接下去 有了这个postcas概念以后 我们就可以往下分析了